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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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为什么特别找他们来呢 是我们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家居木工的国手 然后猴士光老师 那在最旁边是有史以来台湾的第一位冷冻空调的国手 那我想作为台湾的第一位的国手 当然后面还有国手 但是后面有很多传承的一位 那其实在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影片 那其实在去年在阿布达比 国际竞赛 国际竞赛 那我们俗称季子奥运 那我觉得这很可惜啦 就是说社会上比较有人就是知道体育的奥运 不管是各种运动 代资营 但其实我们季子其实也有类似像这样奥运的一个比赛 它叫国际竞赛 那它在里面就有很多个之类的项目 比如说有家居木工 冷冻空调 然后有一些理工的配线等等 其实是有很多 还有餐饮 美法等等 所以在台湾就比较可惜啦 就比较少人知道 那我想也需要媒体多关 所以很感谢胡大哥 那我想今天在访的那个过程 我们第二段我来好好的来分享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 我们到底看到哪些面向 尤其在各国的努力的面向 在媒体的面向 在企业参与的面向 这我们等一下来好好分析 不过我想这一段 我们一定要先让观众来知道 为什么会有国际竞赛 它到底怎么来的 就这个比赛其实呢 它发源在西班牙 大概以前七十多年前 那其实西班牙以前 它就是它缺技术能力嘛 那所以他们那边 有一些青年的组织 尤其青年组织 他就在想 哎呀到底要怎么样 让我们西班牙的人的青年 愿意学技能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要找了各领域的 各行各业的人讨论 最后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念 它这是一个有词的 它说透过技能竞赛 呈现记忆精神 除了年轻人竞生的心态被唤起外 社会大众更会讨论 比赛的过程跟结果 游客们也会看到 各行各业的技术 所以其实从这一段看得出来 这个在刚开始发展出来 这个技能竞赛 它其实不是只是一个 就是比赛 就是跟你拼金银筒 它其实附有很多的技能的传承 我们技能精神 尤其怎么去传给社会大众 我想这是一个源头 所以我们再等一下 讨论到很多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个源头 要去思考 不管说它以后 我们在台湾的选手 遇到升学 怎样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源头 那这件事 后来它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年西班牙 根据Word Skills的官方统计 就超过4000位 学技能的人 参加西班牙的这个比赛 4000位 其实是很多的 即使在台湾 在现在 当然人口这个总数不太一样 但我们台湾一年 加上教育部基金 大概是5000人 大概5000人 所以这个4000人是算 第一年 有史以来第一年 其实是算多的 那这终究只是一个 西班牙的一个地区性的比赛 那他们的野心不是如此 他们就想说 不能只是地区性 我们要让世界 Word Skills 他要让世界都去认识 这个技能的精神 有一个技能的比赛 尤其这个技能的过程 所以他们就开始找各国 所以他们有史以来 我记得在1950年 办了第一届 就是不只是西班牙 葡萄牙也加入 首次第一届国际的 类似像这个技能奥运 有史以来第一次 那个别派出12个选手 就是12个项目 但那几个项目 我不太记得是哪几个项目 不过12个 然后他们就比有史以来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赛事 就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比赛 那这件事为什么有意义呢 因为当这个西班牙跟葡萄牙 开始比的时候呢 这个主办单位 我觉得他们很聪明 他们还找了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他们找了法国 德国 摩洛哥 瑞士等等 所以当这一年比完之后 隔一年开始慢慢的 他就4个国家 12个国家 慢慢慢慢到现在 国际竞赛组织现在已经有79个会员国 已经有79个会员国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国际最大的职业教育 跟技能发展的组织 我想在这个历史很简单脉络下 我觉得最后有三个点 一定要去强调 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竞赛 第一个一定是技能精神 我想等一下 老师们一定都会来补充 技能精神很简单 就是知识 态度 技术 我想这三点 你绝对是不能缺的 第二个就是技术的提升的过程 你如何去磨练技术 那第三个是绝对最重要 也是我个人最在意的 就是说大众如何参与这个技能的过程 我想这件事最重要 我们这个节目主题 国家认同 公共政策 文艺复兴 人文素养 我要强调 技术教育也是我们台湾教育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番 我在这个节目不断引述 刚刚上任三国大学校长的拉文教授 他在他的就职演说说的 重新确立通财教育重要 他还翻论述 我要强调 在通财教育里面 技职教育 包括我们自己的技职子弟参加 这个技职奥运 得到冠军台湾之光 这也是我要强调的 因为太少争论媒体 关注技职教育 所以我要不断的谈 我看这个新闻 当然还是心有气气焉 科技大学开始新设五专 部分失效缺额过半 再一步说 还可办理续招 年底公布注册理证 来 请拉近 这是目前有办五专部的 然后下面就这样讲 家长观念 就是刚刚的伟祥说 第三 我们的家长大众怎么看 家长判孩子有大学文凭 影响五专的招生 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些技职 二技大学会送 英文叫associate degree 副学位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因为台湾实在太重视学位 所以这问题 可怕要请两位专家来解读 我刚刚特别提到 台湾第一 我曾经访问 写日本第一这位 美国社会学者 傅高益 Vogo 我们一般叫做傅高益 我问他说 为什么日本得到世界第一 很多面向里面 刚好是伟祥上所说的 技职的教育 公益的传统 这也是构成 日本第一的要件之一 我完全同意 我们今天有两位先生说 第一位是 这个 胡世光教授 他目前除了在 中国科医大学任教以外 他本身有很多职务 是第一位 木工国手 看到了 木工有国手 第二 他是国际裁判 裁判团的召集人 我想 是不是请 胡教授来跟大家分享 你从木工国手 到目前在教育界服务 科技 教育界服务 乃至 担任国际裁判团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报告 从事技职教育 那怎么样鼓励年轻人 更多技能的一个学习 我想透过竞赛 是一种一个手段 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现在在教育部也好 劳动部也好 我想各个层级的教育 都在办竞赛 包括国际 国内国际的部分 那提到了技能竞赛 在谈到国际之前 我想先回顾一下 那个在国内的比赛 1969年 也就是57年的11月 我们我国办了 第一届的竞赛 当时只有14个项目 就14个之类 那个时候 因为只是开始 那1970年 加入了国际组织 那我们国内也 在1971年 就办了第三届的 全国竞赛 也就是要选国手 去参加国际比赛 当时也是只有14个项目 那14个项目的话 7月那个时候是 7月的时候办 那很快 9月就去参加了 第20阶的世界技能竞赛 那当时14个项目当中 选出8个项目 去参加国际技能竞赛 那这个部分 因为过去在高职的阶段 把这种技术的基础 也就是说 专业基础扎实 所以才有机会在国际 得到一些奖项 那我从这个 一些资料来回顾一下 这是第一届的一个报告书 那这个是第三届的 第三届的那个大会的手册 这个是第三届的那个部分 第三届的是在中山堂 那那个开幕是 那个OK 这个是在中山堂 办开幕的部分 那目工的部分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 因为我是目工的专业 在公教系办理 这个台式大的公教系 那这个部分就是到 我们到了西班牙以后 那个整个团队 那这个部分是在 西班牙的劳工大学 在西红 在靠北部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八个选手 正好那个时候 正好有美洲日游行 那我们也去参加了 所以这个是 一方面也把心情先稳定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 那好了 经过了这个比赛以后 这个有拿到两个 我们国家拿了两个铜牌 拿到一个优胜 回来的话 就是国家的领导 这几个重要的长官 这个接见 这个画面 那这个部分技能的一个学习 恩师 这是两位恩师 那很可惜的部分 就是有外国的试试 因为当时我的母校 龚东高宫 那个都是小盘制的 然后每年级大概15个 一个中国老师 一个外国老师 那个老师来自德国 奥地利瑞士 所以这个很扎实的技术 所以在高职阶段 真的要把这种专业的基础 把它扎根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是得到一个奖项 就是奖牌的部分 好 这个是考一个柜子 这个等于是他的设计图 就是一个选手 看这样的图 你就必须要把那个作品完成 所以这个是一个设计图的部分 这个是作品 在今年的三月 在世贸办了 家机工会办了一个国际家具展 那他特别邀请 我们就办了一个特展 所以这个作品重新互制 这是一个柜子 就当时在西班牙制作的柜子 这个是打开有抽屉有盖板 这非常好的介绍 我要先请这个 也请何老师来介绍 你前面有 我看是勋章 我为什么看到勋章 等一下也要请这个林老师来介绍 拿破仁说 给我一万个勋章 我可以征服全世界 他善用鼓舞人心 要勋章 你这三个勋章一定有缘由 也请请您介绍吧 胡教授 这个全国第一届竞领竞赛 这个是当时是拿到银牌 那第一名第三名都是外面的失误 那种技术很强 因为第一次 那接下来 这个在我右手边这个部分是第三届的 第三届因为197年 就民国60年 而且参加国际比赛 当时得到了金牌 所以才有机会去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比赛 那完了以后到西班牙去参加国际比赛 这次拿到铜牌 所以这个牌子大概就是 个人很荣幸的部分 就是参与这种竞赛 大概竞赢铜牌 都难挂了 台湾之光 我想我要强调 运动赛事像奥林匹克 大家非常重视 就像目前亚运 大家非常重视 幸福非常重视 在印尼 但是这种技职的奥林匹克 也值得我们来关注 包括刚才侯教授提到 东宫高宫小班制 两个老师带15位 这个小班制 实作操作 这是非常实际的 我第三位来宾是 林千亿老师 目前担任南港高宫的实习主任 他的经历也蛮特殊的 除了他是第一位 冷冻空调的国手 也获得师多奖 也是十大学生青年 换教授 你还是回到学校 来培育英才 来 请分享你的经验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本身是乡下小孩子 住嘉义县中普乡 实际上一个乡下孩子 实际上对于技能的学习 对于比如像国际竞竞赛 或是等等竞赛 这一块是比较不了解的 有幸到学校去 比如像我国中 国中的时候是 那时候是读技艺班 技艺班一般都是 让你做职业试探 在职业试探过程当中 让我学到冷冻空调 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也是现在我们 国际竞竞赛在推广 青年组的竞赛这一块 实际上我在那个阶段 让我一个很大的启蒙 就是学技能 那我人生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想要学技能 那时候就是有幸学到 冷冻空调这样的一个项目 所以也保送 直接保送到那个 我们的嘉义高工去就读 那实际上那时候 我是可以保送日间部 可是我是选择夜间部 那我觉得是自己可能 读试不是那么厉害 那我是想要学有一技之长 白天就去学冷气 去更年期 晚上就在读书 那在学完过程这三等元当中 我觉得我的技能不能只有这样而已 不能只有修 我想要再更突破 而就必须要去多一些读一点书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想要去职讯中心去做受训 就是现在目前的劳动力发展署 分属这部分 那我就去那边受训完之后 发现因为实际上我在高职的阶段 我就有参加过高工技硬赛 可是没有得名 那时候自己也很伤心 为什么没办法得名 之后再去职讯中心的时候 我就老师跟我说 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全台湾现在第一届要举办了 就跟侯老师一样 就是第一届的选手 所以我那时候是三十届的全国竞赛 是民国八十八年 那当然就是参加竞赛 我就自己比较有一些业界的经验了 我就把业界的经验带到我参与的竞赛 去运用 而只有第一届 可是第一届当然大家都没有任何经验 那刚好我是有业界的经验 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做法 把运用在竞赛上 就是第一次就得金牌了 那当然就是获得到国手的资格 那实际上也是我们台湾第一届 要去参加世界竞赛 那时候课集就来了 因为比如像国际竞赛 你没有国内都没有任何的一些资讯 也不知道以前的学长的一些做法 所以实际上你没有任何资讯可以去获取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执勤中心在训练的时候 常常就是晚上 练到半夜 晚上就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在那边 有时候就会掉眼泪 我不知道要练什么 因为真的是 练到不知道 我这样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可是我告诉自己 因为常常老师跟我讲 如果是这样再做下去 去那边不可能会得名 可是我告诉自己是说 我不要对不起自己 我只要努力 再努力 那反正我不管怎么做 我就去问了很多的一些 不同之类的一些前辈他们来指导我 那我就把很多我过去的经验 转换到我这个之类来 那去做一些演化 那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年的训练时间 让我学到非常多 而且就是很多人型的一些冷卵 那当然就是转换到 去世界竞技赛 比赛 比赛 既然我是在里面 里面的二十几个国家里面 我是做最快的 那当然就是 那时候就是我发现说 原来我也可以啊 那时候就是我得到世界 技能竞技赛的铜牌 那这个铜牌我觉得是 那时候我们在2001年参加 这个世界竞技赛第一次 我站到那个舞台上 就是哇 真的那时候掉眼泪了 虽然只有铜牌 可是在一个很年轻的 一个二十岁的一个小朋友 这样在这个世界舞台 可以这样 可以在 拿着我们国家国企 我也可以做得到 非常好的经验 因为我是看到这个新闻说 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有大学文凭 以至于影响 他们在去读 目前科技大学所制的五专 我今天特别邀请到两位 一位是木工国手 一位是冷冻空调国手 他们除了目前是学友专精 也扬名世界 这很好的经验 我特别要经验分享 而且这侯教授来自东方高工 刚才这个林老师来自嘉义高工 还业监部 带他们努力经济 我记得伟祥兄弟也是 技职系统出身的 我们所说的国道二 台北到屏东 你走国道一可以 也一样国道二 你走国道五也可以绕一圈 我希望大家打破观念 我很高兴每次 然后你可能不知道 每次邀请来谈 找几位成功的 技职教育者来以后 都有观众 传私讯给我 说他们想鼓励自己 而你读技职教育 我知道这个节目是有影响力的 下决心 因为他们本来犹豫不决 换句话说 我希望你希望 而你成龙 成龙成凤 技职教育 我们叫国道二 绝对也是一条路的 请大家珍惜 还是请这个 老师你来介绍 林老师 这是奥斯卡金像奖 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是那个十大杰出青年奖 就是我那时候30岁的时候 就有去参加 所以技职教育 就得到十大杰出青年 我也跟主持人介绍一下 是说 实际上我参加48届 十大杰出青年奖那时候 还没有一个叫做基层劳工类 那时候叫做劳教类 那一般 劳教类一般都是体育的 就是比如像劳工这一块 那比如像劳工一般要参加 老师要去参加十大杰出青年奖是不容易的 所以因为那一届才把它改名 变成基层劳教类 所以老师才可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奖项 对 那这三项奖牌呢 那三项奖牌 一个是我参加第一届的分区竞技能竞赛 获得到金牌的奖项 那再过来这边是我们全国竞技赛的金牌 那再也就是我们 我去参加2001年的世界竞技赛 在韩国举办的铜牌 对 我们希望透过三维反弹来鼓舞大家 当然不是为了得奖项 不是说航行出状元 一机炒一点肉 温股的两点肉 你看那个林老师 在冷气房做到掉眼泪 在台上也做到掉眼泪 环流泪撒肿的壁 欢呼收割 耶稣这样说 我要强调 在台湾这种社会 尤其我要引用副高级的话 日本第一 虽然日本这十几年是经济小小 但是日本的公益传统 他们技术传统 还是非常非常强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再回到韦翔我们来谈 我们希望培养技职 干部也培养技职的国手 有什么经验吗 韦翔 好 来 谢谢胡达哥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就是我去年拍的在2017年 这个比赛两年一届 两年一届 上一次是2017年的去阿布达比比赛 那下一届单是2019 再2021 那其实在这里面 其实你应该看得到 侯世光裁判长跟林千玉老师 不过这个人头有点小 你可能要找一下 不过为什么要提这张呢 你看得到就是当初千玉老师 跟侯世光老师 都是各个职类 木工跟冷冻空调里面的 台湾的第一个国手 那从那时候到现在 他们还在带国手 所以它是一个传承的意味 所以不要小看这张照片 它其实里面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蕴含刚刚的 有请你刚刚听 非常好 所以你们以自身 继续培养下一代 非常好 我这非常可配 来 敬 所以刚刚千玉老师讲的那个经历 其实都是需要那样的经历 去磨出 它才会有竞争力 那这张照片是什么 这个就是在我们那个 竞赛现场的照片 那其实主要不是 不只是要让大家看国手们 是要大家看到后面 后面是人山人海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 在法拉第游乐园的旁边 那是上万人 所以那上万人 他都是各个国家去的 所以你看得出来 这个不只是媒体 他在现场这个国际竞赛 他的那个聚集这个群众 去看到国手 然后就像千玉老师在台上 然后他很很有自信心的 然后说我也可以 而且是透过技能 那很多群众都会看到 一个一个一个的 这样的一个国手们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因为我是记者 我觉得以媒体经验 我觉得还是要分享几个 就是说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们报道写久了 就我第一次去国际竞赛 那当然对于记者来说 第一个一定跑哪里 跑国际记者室 那我一打开国际记者室 这是某一天 我早上到时候拍的 你就会看到很多国旗 但是你会找不到台湾的 不管是 当然在台湾在现在 他已经不能在奥运模式 他不能放国旗 但是他至少也没有 去台北的那个会期 所以你会看 哇原来 从台湾去的记者 只有我一个 而且我还是自己募款去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台湾其实在社会舆论 这不能怪记者 也不能当怪媒体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社会舆论的缩影 如果社会总是关心 我们台大校长案件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这个技能其实更扎实 那去了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比赛基本上都是欧美为主导 在从以前 因为西班牙葡萄牙这样来 那我们亚洲基本上比较参与 就是中国 日本 韩国 大概这几个 大概这几年就开始很常参与 尤其中国他2011年才开始参与的样子 但是我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什么照片呢 大家看得到他背了一个背带在拍 那他在拍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国首 这是工业电子 他我们已经第三件拿金牌了 那他在干嘛 这就有点像勤之小组你知道吗 我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张拍下来 那是哪个国家在拍呢 大家可以看到CHI什么A 这个很明显嘛 对不对 China 所以其实你看得出 为什么 料不要 倒不是 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知彼知己白善白胜 但是呢我一开始只是路过看到 只是路过看到 可是你会发现 原来好几个重点职类 重点项目 他们都有一组人在那边 原来如此 那换句话说 中方也非常重视技职奥运嘛 是不是 可以这么讲 我跟主持人分享 就是说他们2011年开始参与 那刚刚像侯士光老师 我们大概是1970年开始参与 可是以他们这个 他们的体系 他们很努力的砸资源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台湾不能这样玩 也不能比 可是他们在2017年 他们那个排名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即使他们是2011年比赛 那你看出他后面 其实他 他投了很多资源下去 那我觉得很可疑 尤其他们是这种 为什么要放这个呢 是代表他们是有 策略性的去收集一些 一些就是你这个职类 可能韩国比较厉害 这职类 当然台湾比较厉害 这职类 他们就 那真的是很麻烦 那而且不止这个 他们在媒体是 他也有一排的记者 这个季行天 这是他们的官媒 对 那当然不是只有中方 但其实各国的媒体 都有到现场来看 像这里他就在做 现场的节目 这是香港 香港也是一团人 一团人 那尤其我印象最深刻是 我要走进 国际记者室之前 它是有很多个馆 然后我记得大热天 我们就走过去 然后当我要走进去的时候 有一台步步车开过来 然后门打开 大概七个韩国人 就七个韩国的媒体 然后下来 然后一个拿脚架 一个什么 我就哇靠 居然 那我觉得台湾如果这一块 由政府来主导 看可不可以呼喊更多媒体 我觉得这个才能让台湾 我觉得不只是看到 我们拿几个金 几个银 几个铜 几个优胜 而是说 这个技能的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再来是除了媒体观点 我们还看到一个产业的参与 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会场的一个球 Fastor 它是一个大厂 对不对 他们是有一个赞助的一个行为 那不是只有这种产业 那种工业类的 连这种社员 LinkedIn LinkedIn是干嘛 它是做类似像 人力资源的社群软体 然后他们也有在国际会场上 那我想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可能我们圈内都知道 SanSung SanSung它在一直以来 它在支持这个赛事是很大的 据我所知 他们在上一届赛事 他们投了5000万美金 在支持国际赛事 当然它后面有一个 比较是企业的策略 譬如说它可以去 透过国际这种最大的 职业教育跟技能 费力组织 来去达到SanSung 它去支持的背后的用户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看到的一件事 那我最后我想分享的是说 除了刚刚那些比较严重 我们还是有一些比较可爱 譬如说 他们在一些比赛项目旁边 他们会有这种职业的探索 当然我们台湾也有 台湾的竞争竞赛也有开始在办理 但你可以在国际上 他们就各国的人来 然后譬如说 他们就在旁边 譬如说 这应该是3D 3D 有点像3D印表机的那个笔 一个笔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去做 类似像技能的一个简单的探索 我想这个很有意思 那你透过竞赛去吸引大众 然后再用比较适合大众的这种试探 让它在旁边适合 旁边有人在指导 这个职业也又可以做什么 那这职业价值 我觉得这个模式 倒是可以好好思考 我听完伟祥兄的论述 我有一种深深的感触 人类的天然使命就是为下一代 营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包括强调技职教育 我要强调这一点 技职教育 这是台湾的软实力跟巧实力 刚才伟祥所透露的那些照片 如果不做说明 你会以为是运动的奥运 或者穿金会 换句话说 国际媒体 那些不管中国 南韩或者那些超级 超级的工业大国 都参加这个技职奥运的时候 我们能够缺席吗 我们非常荣幸 这个胡世光教授 他本身后来 他为此还继续到美国深造 然后回来台湾 也在科技大学任教 他同时有几项诉讼 就是他也是台湾代表队的裁判团 召集人 同样是国际裁判 而且当时裁判长 我们怎么培养这些 技职奥运的国手 这些养成教育 有哪些最重要的地方 指得来大家包括我很希望 我们的政府企业教育界来关注 来 胡教授请 透过技能 能够使年轻人找到他的未来 以及后续的生涯 职涯的发展 那怎么样去参与 这个 这种竞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每年都有办理分期赛 分期赛 有北中南先办理分期赛 大概在四月的时候 那完了以后再去全国赛 大概在八月的时候 刚办完 刚刚办完 那全国赛以后呢 他会有第二阶段的国手选拔 那一定在 以今年来讲在十月 那个四号到六号 会办理分国手选拔 那接下来大概有八个月 到九个月的培训 培训了以后 再去参加世界的竞临竞赛 那得到奖 回来以后 有一些奖项 那这个部分 现在政府在关心 那个Clear Building 就是年轻人 他的那种 职业的建立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那我们国家 近几年的确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成果呢 那大概就是 透过组织的力量 因为一些国际比赛 透过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说 我们议定四十五届 议定四十二个项目 那他有 有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 技检中心 还有国手 培训国手的培训基地 以及各个培训单位 所以这个部分 透过组织的力量 那另外各职类来讲 是团队就非常重要 那刚刚提到了传承 所以以加季来讲 为什么 我们国家近几届 大概都在排名第三第四 加季的话 2015拿到同盘 2017就拿到金牌 所以这个获奖率 大概有将近百分之九十 那主要就是靠团队 团队就靠传承 比如说一个选手 单身选手以后 将来得奖回来以后 他就从竞赛的助理 那完了以后单身裁判 有朝一日单身裁判 比如说我就是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历程的部分 那这个是透过团队的部分 那在培训的过程中的一些能力 除了专专业的能力以外 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能力 比如说抗压 压力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有办 除了技能的学习以外 另外在他进行课程 就是年轻人的另外一方面的能力 因为这个在这样的能力会影响到 在国际赛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部分 透过这样的几个管道 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 在国际的裁判当中的建立 的关系的建立 比如说这次我们的全国竞技竞赛 我们国家就邀请了十三个 有三十三个之类 邀请了十三个国家的 二十六个国际的裁判长 来参与全国的竞技竞赛 这个这个都是 甚至于我们办了论坛 办了论坛 所以这次的全国竞技竞赛 上周就很多活动 包括会协的传递 会协的传递等一下会提到 我请教侯教授 你所从事的家具募工 一支台湾参加技职奥运的 常胜军 一定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 裁判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有很扎实的 技术的基础 所以在培训的过程中 甚至于和教练 和选手之间的一个互动 那刚刚我提到了 我是借着团队 来去训练这样一个选手 训练一个选手 那我当然刚刚提到了 要透过组织的力量 国际比赛 比如说比赛的过程中 有一些困难 就是透过LINE 马上支援就到 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然后和国际裁判之间的互动 平常就要互动了 那晚了 在国际当中你去参与 在国际比赛的时候 你去参与国际的事务 例如比如说 那个在比赛之前准备材料 我就参与了 就参与准备材料 结果我们的选手机器坏掉 那个 Competition Manager 就主动的搬一个新的机器 给我们选手用 所以在这种国际比赛当中 和整个国际裁判之间的互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办公室会遇到一位女士 很有趣 我一般叫做打扫的阿姨 那我聊一聊 我说敢问你神心在做什么 她突然很不好意思说 在做正冷气的 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冷气很好的事情 看看这么样冷冻公调国手 人家做到国手 所以我是没有什么 职业贵贱观念 行行出状言 做募公的 可以得到技职 奥运 做 台湾人说 更能去 更能去 人家也是国手 而且是得到 你看这个 师奪奖 也得到奖牌 这就是 我不愿意说什么光宗耀祖 这比较传统观念 但是这就是 行行出状言 技职要有人出头的原因在这边 我请教目前在南港高宫担任实习主任 在一般高中没有实习主任 为什么 第二 冷冻公调 应该也跟你有关系 也是我们的 技职奥运的常胜军 这两个问题 来 请那个老师 好 我想要分享一下 实际上是说 我从选手这样的一路走过来 实际上当初要选择老师 还是到业界 那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很挣扎 因为冷冻公调在外面 真的是可以蛮赚钱的 那可是我想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当中 我觉得是 我是希望我后面的学弟妹们 他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 希望可以把我的一个经验 把它传承给他们 那最后我就选择到职业学校来当老师 那我选择到南港高宫 实际上在过去他们在竞赛这一块 是比较没有去做更多的一些 就是这一块强度比较没那么强 那实际上过去那边 我就把我自己的经验带到这边来了 那我觉得竞赛最重要还是在于教学 那教学是非常的重要 不然是说我们为了竞赛而竞赛 它的影响力是没法扩大 所以我在学校里面 我是一直兴起的一个运动 希望是说我们所学习的专业技能 你必须要可以分享 那当然就是我们参与竞赛这一块 跟了很多的学生 这些年轻人 你看我们现在这边的照片 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 你问他们说你爱不爱读书 大家就说不爱读书 可是技能学到快不快乐 他们一定又说很快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培养孩子他们的自信心 这是我们在教学里面一直在强调的 而我现在目前在带领整个 南港高宫的一个工科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技能学习 是一个氛围 让整个学校在技能学习这一块 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就是我们参与世界竞赛最重要 还是在基层老师 基层的教育这一块非常的重要 从国中到高职 那其实在高职这一块 就是我们老师都是非常的辛苦 选手指导这一块都是额外的 就是课语时间或者是暑假时间 也就是说都没有薪水的 没有薪水来用假的时间 来陪这些孩子他们的成长 我觉得这一些老师也非常的辛苦 那当然就是在南港高空这一段期间 我实际上到南港高空已经十年这一段 那我也带过世界的国手 那也带这些孩子 他们在近年学习的收获非常的多 那这是我在其中在2015年 带学生到世界竞赛巴西的 获得到世界金牌 那实际上我人生有个梦 因为自己也没拿过金牌 那还好我们这个学生帮我们把金牌拿回来 那这是我比他更快乐 我觉得是他不是只有得到那个奖项 而这个孩子他是人生有很好的一个转变 这是我的学习 你是同牌选手但是是金牌的老师 再把一些照片分享 再也就是说我想要分享这一张照片 主要是我这个学生是今年48届 就是上礼拜颁奖的一个 是全国竞赛金牌的东西之类 这个孩子也很特别 他是读国中技艺班 那国中技艺班之后他是学前工机械的 那他获得到金牌 那之后他就保送学校 他就选择栏杆高中冷冻跳课 为什么呢 他觉得在这个课 他才可以获得到他想要的那个技能 之后他来到学校的时候 他就有个梦想 他想要成为真正一个选手 而是要有态度良好的一个选手 那我们有发现这个孩子 他虽然他学科弱了一点 可是我们给他舞台 给他可以发挥他所长的地方 那他在学习过程当中学习非常快乐 他也这次想要去 去争取国手资格 我觉得是 一个学校的一个塑造 就是让孩子 让各种 不管你学业好的 或是技术好的 让每个孩子他都可以霸光霸的 这是我们在学校一直想做的 那么冷气空调 为什么也是我们参赛的常胜军 也是跟你有关系是不是 当然就是自己也是本身国手过来的 那会比较有那个敏锐度 原来如此 不然就要说 木工跟冷气空调冠军 我们选手背书 都跟老师的传承有很大关系 我这一点是非常可配 他们做很好的教练 其实教育就是按才适性 按照他的才能 他的性格按才适性 教育一定有三个目的 最简单 一 磨身技巧 毋庸置疑 第二 人技关系技巧 第三 抽象思考技巧 你从事技职教育一样 我想最后 每个人是不是来做一个 两三分钟论述 我希望我们对观众 我们对我们的家长 尤其我 这是最近至少 两三个礼拜唯一的新闻 技职教育新闻 唯一 我留下来了 科大社五专 结果还是缺 表示我们台湾社会 对技职教育 还是有所偏颇 我们今天谈技职奥运目的 是希望我们更多人 关心技职教育 替台湾 就像日本的 过去的日本第一一样 我们要争取台湾之光 台湾第一 我刚刚最前面的 那一段影片非常感动 台湾No.1 你们记得那个 操兵那个 海军一队 对那个操兵冠军 有没有 得到那个最佳荣誉奖那位 他也讲 台湾No.1 I love Taiwan 这时候 大声讲出来 我们都予有荣烟 是不是请三位技职教育的 教育者或推广者 来给 对我们的观众 对我们的新兴学子 来鼓励他们 好吗 谢谢胡大哥 谢谢胡大哥 刚刚那影片真的是千辛万古才拍下来 而且我把影片传到国内 让另外一位老师一起剪辑出来 这个真的很感谢当初捐款支持我们 技职3.0的伙伴 刚刚其实千玉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马上想到这张照片 我刚刚没有弄出来 这张是我刚刚不是在上一段 我讲西班牙吗 西班牙这个竞赛那边 这是一个最早时期的西班牙的选手 在他那时候 所以看到这照片的时候 我就想起千玉老师跟胡适光老师 他们第一次去参与 然后等他们参与之后 譬如说都是教职 只是一个在科大 一个在高职 那分别都继续在带学生选手 就是继续 而我觉得这个是传承意味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我想分享的是这张照片 这是也是我2017年 在世界赛去采访的时候 这是现场 那这是什么画面 就是我们比赛 中间休息 马上教练带着助手 带着国手 他们就在路边 就旁边就坐下来 开始讨论战术 就是他为了台湾 为了国家 然后去拿牌 然后大家很努力 而且是从很多年的累积 一直到舞台上 我觉得这个感动 分享给大家 好 这是大开眼界 我从来也不知道 技职奥运会 这些子弟是如此的认真打拼 更不用说教练 胡教授 来分享 鼓舞我们的年轻人 好 这次俄罗斯 汇齐的传递 它主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鼓励年轻人 参与 参与技能学习竞赛 因为这样的话 它可以改变它的未来 就透过技能学习 让生活更好 所以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技术的传承 这次会起传递 我认为在劳动部 劳动部发展局 技能中非常用心 那这一次的会起传递 譬如说我第一棒 从俄罗斯的那个代表 接下来以后 传给我是二十届的 所以这次二十届 传给三十二届 为什么二十届是我第一 因为是国家第一个 那传给三十二届 是在台北办理 那完了以后 再传给四四届 等于是最最年轻的黄雨昕 所以这个规划非常有 规划非常好 这个会起的传递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举办了三十二届的经验 那我们也办理了一些 二零一四办理了论坛 办理了论坛 然后二零一六 二零一八也办理了论坛 二零一六办理了 亚洲的邀请赛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验 接下来我们台湾 可能要去努力的部分 就是争取 Warskilled Asia的那个竞赛 就争取亚洲杯的竞竞赛 目前有二十九个会员国 那十一月即将来 阿布达比第一届 所以就可能我们 建议政府积极一点 可能是二零二零一九 二零二一二零二零 二零二三来争取这个比赛 那接下来再争取国际赛的部分 这是今天晚报的头版头条 有人永远唱衰台湾 我坦白讲 失望的选民看到台湾民主的时刻 这是你编辑的想法而已 这校标的想法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看看三位 他们得到军职奥运的奖牌 马上培养下一代 他们是充满希望 台湾民主是怎么施格呢 台湾之光就是靠这些默默的 人在跟 我做正任节目 一定要邀请这些人现身说 来 最后 请这个林老师 好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每个孩子他有他的独特性 那每个人的学习的风格都不一样 像我很喜欢动手做 就让我去职业学校好好学习 学习我比较擅长的部分 那我们是希望是说 各位家长可以看待 我们技职教育最好的那一面 那实际上我觉得是 技职教育这几年这样 都是受到政府很多的一些重视 跟比如像我们学校 学校参与竞赛都是有家长跟校友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学长们 一起回来传承 那这几年我们 我们是希望是说 政府可以更重视一下 我们基层的老师的一些 选手训练这一块老师 给他们更多的一些资源 那比如像我们这几年 就是国手 愿意来当老师的就比较少了 因为整个师资培育的制度等等 我希望是说 可以鼓励更多的一些这些 比如像我自己本身担任选手这样的 如果有机会 可以到教职这一块来 可以给这一些孩子 他们有一些机会 非常好 这个报纸标题我不同意 但是这个标题我同意 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问家长 第二 对政府也没有期待 你本来就不要期待 你要期待自己 期待自己努力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期待政府 政府做不好你可以批评 督促 但关键是你们培养自己 所以我对这个 这种报纸每天唱衰台湾 我只能用一句话 林昂敏德是一句话 请你不要去台湾 你看多少 人真打拼 借着台湾人在打拼 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光 当大家现在泥道的时候 有人故意陷入泥道 我们要仰望天空的幸福 我们要充满希望 感谢三位 我们听完三位 我们当然充满希望 充满信心 充满未来 谢谢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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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